这台就是广汽本田最新的极派纯电车型 EMP2极派2 其实之前极派1是一个SUV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台车当时吹风的时候说 它不是一台SUV 好了看到实车以后 确实好像说对了一半 因为你看到上半层的车体 它是像一个轿车 然后车尾是一个很corpay很流畅的车型 但是下半身呢 它又是一个SUV的离地间隙 所以这个车是一个组合物 然后我还想让你们对这台车 有个更清楚的概念 这车车身长度4米78 是什么概念呢 它要比普通的浩影再长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两台车走过来说 车身长度差不多 但是你看到车尾那块 它收得那么快呢 其实对于车内的得防率来说 可能是有影响 所以这个车的车内空间 肯定是不如浩影 这是一个结论来的 然后你再看回这台车 新能源车 然后凹了一个不同的物种出来 其实我很想通过这台吉巴 知道现在本田 对于新能源车的想法是什么呀 这才是今天的重点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台车的车体的 因为上层的架构看着很有那种列装车的感觉 就车体挺特别很饱满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一台鲜背的车型 但是因为它顶配的车型 我看到现在还是一个18寸的轮毂 然后ET又太小了 我就觉得不太饱满 你明白吗 就如果这台车用的是19 20寸 去做顶配的造型的话呢 我觉得会好看 饱满很多 也配这个车体 所以车体好看 现在是浪费在了轮毂身上 然后这台车 鲜背车其实我觉得也有它的功能 或者是造型的那种吸引力 再说车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是这一次本田做电车 最用心的地方 怎么说呢 就首先这一套内饰 如果你是用全黑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 就太沉闷了 但是这个黑白的搭配 我觉得还是挺有层次感的 而且这台车 现在用的是新的 Honda Connectic的车机 然后这一套车机呢 能支持我们常用的 CarPlay、CarLife 然后下层还会做一个功能的空调分区 所以这里的功能性 我觉得没有问题 在线的话 所要用起来的流畅程度都OK 现在是有小程序的支持 比如说我看一下行里中横啊 斜程啊什么的 这里面都能实现 不过呢 它用CarPlay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宽屏 就是会把整个高度压缩的挺厉害的 但是实际上 其实下面的空调控制区域 我看其他的页面 但是它是可以说进去的时候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能做成这个样子 其实真的可以再调整一下的 然后再说这台车 有个很好用的 通风座椅 这台车前排都有 然后加热这个功能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除了说 以前的排都能有以外 然后这个车门板上面 然后两个座椅的下面 靠腿的部分 它都有加热的 就用那种热辐射的效应呢 去让这个环妙的位置 都有那种加热的感觉 所以这个想法 就跟我们之前去试 Mega的感觉一样 就是它会做个环妖的加热处理 这对于冬天用电车来说 我觉得功能是友好 而且是很新鲜 因为你这样子整的 你会觉得 满身都是暖乎乎的 那感觉就挺好的 然后这个方向盘呢 它是一个双拼射的设计 在本田上面看到这样一个方向盘呢 很难得对不对 然后呢 它气囊上面的标也不再是H标 它现在是个Honda的标 你就感觉到其实本田在有用心的 去把传统的燃油车跟这个新能源车 做一个区别开来 反正看起来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很符合现在做新能源车的那种方向 明白吗 至于前面有的AQD 包括这个仪表盘 他们也不强调什么尺寸不尺寸 反正我看着我觉得数据是清晰可读 然后很舒服 没有说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视觉效果在这上面 这可能就是他们那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一种做法 但是用起来这一整个区域都对驾驶是非常的友好 然后中间这下面很有意思了 下面我只看到一个无线充电 然后有一些Type-C的接口 然后在下的一个区域呢 它是一个伸缩的杯架 那感觉上面这就是一个储物的区域 或者是功能的区域 但实际上呢 这一块可以收起来 下面杯架可以收起来 以后你会发现主副驾它是一个贯通的设计 我上一次看到这个设计 就在我自己的那个Smart的451上面 你就觉得就两个座椅之间的距离感 没那么明显 而且能一定程度上面去加宽 整个车身宽度上面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这种通透的设计 我很喜欢 其实这台车呢 会有一些离我都想不到的功能出现 比如说我看到了香氛功能 然后这个香氛呢 是藏在主驾的门板上面的 然后有不同的香味 然后它出来的效果确实也很快 味道也感觉挺好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台车呢 我们看到有氛围灯有十个色彩 然后音响这也是广本的一个传统了 BOSE音响直接上阵 还有这一块后视镜 就我觉得这个级别的车呢 应该只是做了一个电子房宣布就算了 但它做了一个流媒体后视镜 也算了 它真的轻到不得了 就整个清晰度就有点像是我们 平时在拍视频的时候 在跟车追拍那种效果 你看到后车那感觉 我对于这个视像效果 我是一点反对意见都没有 而且车内呢 它会有个摄像头在这一块 然后这个摄像头呢 就除了我们平时锁了车之后 我可以看一下实施车内的情况以外呢 它还会有一个Face ID的功能 就是比如说有小朋友在车上 他会自动匹配一些 适用的儿童的APP出现 然后这个功能我现在没用 但是它想法确实是挺好的 然后它也会根据不同人的Face ID 或者说驾驶皮 然后撞到这里也会读取我们的脸部信息 然后去匹配最佳的一个使用的场景 对 但这个东西可能短时间 我们没办法用得很好 但是这一个呢 起码想法上面是有往前在走的 其实这台车的坐姿呢 我觉得是挺SUV的 就你看到的整个视野是不一样的 不太像这台轿车 但是它开起来那种感觉 你会发现整台车的底盘动态 还蛮像一台轿车 就在普通轿车的状态再加一个SUV的视野 就是坐在车里面的这种感受 然后你看到的空间 其实这里头部的余量其实还OK啦 就不算是特别的充裕 然后后面呢 其实出来空间的效果也是没有说像坐在浩尹那么的舒畅 然后后尾箱呢 因为设计的问题是一个鲜辈的造型 所以它也不会说做的特别的充裕 但是你说要空间 比如说储物空间的灵活性啊 合理的使用的那种演技工程 其实这台车做的很好 所以这个车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台本田 应该有的状态 但它不是那种特别富裕的状态 对 然后开车的部分 我觉得是本田的一个优势了 无论它是做燃油车还是做电车 而且在这开起来是没有什么负担的 你觉得熟悉的那种感觉在这啊 就我可能我本来可能开着雅阁开着行阁 然后我突然跳到这台极派A上面 你会发现是毫无切换难度的 就是坐进来以后你就会发现 整台车是开着很顺手的这种状态 但你要说隔音 不好意思前面用的是双层隔音玻璃 但是它的隔音呢 也就是我们一贯认识的那种状态 包括底盘的隔音也是那样子 所以你就不要太期待说这台是隔音上面做的有多粗产 但是它会把心思摆在驾驶体验上 首先你要知道这台车的电机 150千瓦前驱单电机的一个设计 其实数字不是特别的好看 但因为这台车呢 其实它的车体不算重啦 所以你开起来就觉得还算是比较轻快 而且它有不同的驾驶模式选择 你要用到Sport的那个模式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这台车呢 其实开起来还是挺带感 因为它有那个Honda做的那个模拟声浪在这 所以从驾驶体验 无论是动力还是耳朵上面的体验 你都会发现这台车还是相当的去照顾开车那个人的感受的 然后这一次广本的也是为了追潮流啊 它的语音也做了升级 起码现在体验的速度确实是明显快了 然后它还多了一些百科上面的功能 也有闲聊的一些互动在这 就感觉的体验肯定是要比原来那个馒头要好很多了 但问题是呢 就你问它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呢 它未必能解决 比如说我怎么开车去泰国 它是回答不了我了 但是如果是其他品牌一些 TRAP GPT类似的一些智能的语音回复呢 它是能解决的 所以呢它是有进步 但它没有说去到第一阶梯的那种状态 其实今天开的一天我最满意的还是整个车体的状态 就是我玩车人的心态我就觉得回去换个轮骨 整个车体看起来要饱满很多 就符合这台车设计的初衷嘛 但是你对普罗大众来说我始终觉得 这一种可能车体结构比较特别的车呢 可能对大众的接受程度会没有我那么的高 所以这是一个问号 另外一个就是呢最实际的价格问题 目前已知啊 就吉派E卖17和21的指导价格 对 指导价格的前提下 你知道这台车比吉派E要长啊 且不论底盘的状态 我们就说车身长度来说 一般长一点的车应该卖贵一点嘛 那这种前提下呢 这台车可能会比吉派E有溢价 但不排除广本出一个杀手锏 给你来一个秒杀的卷价格 那我们正经一点来看 这台车如果比吉派E要贵的话 你会愿意花多少溢价 来买这一台造型很特别的吉派E